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一月二十三號 星期二為您播出的新台灣加油 我是許桂雅 立法院正赴龍頭之戰 真的是峰迴路轉 昨天藍營傅崑崎退出戰場 不過國民黨韓江沛 不一定是我們的 我們來看 施神梅田黃偉翰 他就舉例很多狀況 可能會有的狀況 包括萬一有人出來尿急 有人把筋灰灰灰回不到 或者是有人手在抓 就蓋錯了 蓋在中線上會變成廢票 有沒有可能 那韓江沛是不是就這樣子 在這個失誤之間 打一個就沒了 那他有傳出來是說 民眾黨內部 巴西的立委對不對 說有四種意見 巴西有四種意見 那有人是怎麼樣 都不投韓國語的 也有他們要求說 不管是藍的或綠的 選一個來做合作 那也有主張說 我們不小藍也不小綠的 那到底要怎麼樣整合 柯文哲現在也是頭下摸的聲音 甚至今天是有媒體報導說 柯文哲對韓國瑜在選前講 說民眾黨 柯文哲就像是空氣槍 很熱鬧 但是不會贏 說這一句話 他是往心裡去了 非常的在乎 非常的火大 那他還誇尤錫坤 這過程經也沒有罵過 說柯文哲哪裡不好 是不是在鋪陳一種氛圍 也就是白銀不見得會放水 讓韓國瑜過關 另外是民眾黨的戰狼小姐姐 陳志涵 他在政論節目上就嗆聲說 如果行政院長任命 沒有經過多數同意 未來有可能會被倒閣 陳志涵真的把民眾黨的八席 當成是八十席嗎 而且行政院長的任命 本來就不用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但是他連這個都不知道 好 開始我們今天更多討論之前 先來介紹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因為李政浩跟卓冠提 小姐去日本沒把他接要被放生的 王益川 好 來 我們也恭喜益川哥 現在有新職了 是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 跟你共識 好 來 接著我們來歡迎民進黨的 台北市議員洪建議 大家好 好 資深媒體員陳東好 大家好 好 左手邊來歡迎 網路評論家溫朗東 大家好 好 資深媒體林玉慧 大家好 以及國民黨前青年團總團長田芳倫 大家好 稍後還有政治財經評論員 許惟智會加入討論 那我先請教益川哥 因為其實昨天韓江沛之後 感覺是有一種大勢底定 可是聽完民眾黨的這個狀況 說巴西有四種意見 那再看國民黨這邊 是不是真的會有人突然尿噸 手抖或是怎麼樣 所以現在整個世 看起來又不太一樣了 對這個整個院長的選舉 這個峰迴路轉 本來這個傅崑崎的出現 大家想說 國民黨不會開始亂 國民黨到底他們會假投票 不會假投票 那傅崑崎到底是真的假的 不到24小時 傅崑崎就說我支持韓國瑜 民進收兵 跟江啟臣 那國民黨的信心大政 你看我們有54票 但是我算數學給各位聽 113-54等於59 54小於59 所以另外一組人 如果拿到59 就會大於54 所以另外一組 對民進黨來說 民進黨的好選人 如果有法度 就拿到59 就民進黨的當選 就是這樣 至於說 這段時間大家討論說 民進黨要去叫民眾黨合作 我們也要回去把選民交代 比如說洪建議 現在選基金 有沒過柯文哲 有沒過民眾黨 沒到沒了 洪建議會跟大家說 我們這次叫民眾黨合作 它也有困難 大家都有困難 對民眾黨的立委也有困難 那怎麼辦 那就不要黨對黨談 黨叫黨別說 可是人是有甘情的同分 每個人都有好朋友 透過自己的人際網路 透過爸爸的關係 媽媽的關係 姐姐妹妹 親戚好朋友的關係 也許在一些人情上 也許有機會去做爭取 所以現在教肆看起來 就是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國民黨這五十五十四席 有沒有那麼穩 那也不一定 傅昆琦怎麼會忽然間的 說不然我就賣了 我就算了 然後就去跟這個韓國瑜 跟江啟臣跟朱立林 把這隻手舉起來 那傅昆琦會不會有變數 陳超銘會不會有變數 陳超銘是無黨籍 陳超銘選上有靠國民黨嗎 好像也不用 傅昆琦選上有靠國民黨嗎 也沒有 傅昆琦上次選 不知道選憲長還是選立委 他是沒黨的 他是沒黨的 他沒黨也選得住 他國民黨也選得住 他以前親民黨也選得住 他就選什麼黨他都選得住 那所以傅昆琦要的是那一個 我今天我掌握的是這一個 一後柯董招 你如果要找國民黨說的事 要的記事是來找我 你不能去找韓國瑜 跟江啟臣 他們兩個說的不遵守 來找我 你看我這次說我要選 朱立林就很緊張 很緊張 江啟臣也很緊張 所以就馬上來 跟我說說之後 你看我就說 好了這樣就你選 我這次我就不選了 所以這整個情勢看起來 這幾天當然會有變化 那民眾黨也說 民眾黨本來28是day night 有時候提早到26開黨團的會議 那民眾黨會做什麼樣的決定 或者沒有決定也是一種決定 他說民眾黨到選前的最後一刻 他們都不講話 好民眾黨到底會做什麼決定 我覺得蠻妙的是 大家看一看攤開來說 他們的我們其次畫到這邊 這兩個沒有畫到這邊 但是每個人的意見都一樣 有啦 起碼巴西有四種意見 那黃國昌 他過往的經驗 好像藍的綠的 他都看不順眼 那黃珊珊 因為黃曙光被罵很慘 是藍營在操作 所以他應該是比較討厭藍的 陳昭師 他是算獨派貶系的 所以他跟綠營的關係看起來比較好 那其他的他們一人一把號是什麼意見 林國成可能比較容易猜他是親民黨出身的 是不是比較偏藍 我不知道 吳春成也是藍的 吳春成也是藍的 好 那我請教朗東先 我們看這個部分 新聞幕後 中時他就寫了一篇說 民眾黨巴西立委至少四個意見 他們要怎麼投呢 四種意見是什麼意見 有有的是死都不投韓國瑜的 這樣會是誰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黃國昌跟陳昭之有可能 有可能 死都不投韓國瑜的有一類 那第二種是 他說新科立委沒有立院經驗 可是他要求的是 我們就選一個藍的或一個綠的 有人要選藍的 有人要選綠的來合作 那重點是可以借機趁個副院長 或是未來有機會入閣 這個是二跟三藍的或綠的 這有一個選項 然後第四種是說 我們不要當小藍 不要當小綠 我們要當一個有格調的民眾黨人 我們就票投自己 可是票投自己的意思 也就是放水韓國瑜 這也是一個意涵 那朗東怎麼樣來看 沒錯 民眾黨現在 其實原來講 只有兩派的意見 就是叫挺黃國昌的 跟不挺黃國昌的 挺黃國昌那一派 他基本上他只剩下他自己 其他人全部都要跳船 因為有很多新科的這個理由 原本想說 這個國昌老師被譽為戰神 直播又帶了非常多人氣 很多斗內進來 所以就讓黃國昌演了一出 國會改革這個四部曲 有四大步驟 結果一演下去之後 發現不對 這樣弄下去之後的話 跟綠營的合作空間 就完全沒有 然後藍營就要自己推人選 推韓江沛 會變成是說這個韓 如果是說現在民眾黨 他自其人選 等於就是放任韓國瑜 對 去當立法院長嘛 這個民進黨都看得出來 只有他那些民主小草 就頭上有長草的 會說沒有 民眾黨是要提自己人選 有理念 沒有沒有 他提自己人選 就是要保送韓國瑜 這個意思 這很明顯 而且民進黨 一開始是有善意是說 可以願意用對話 取代衝突 但是黃國昌 他不想要對話 其實這四個意見之後 其實他是封死了 他其實所有立委 兼民進黨有進一步合作 這個機會 其實藍得也不理他 藍得也不理他 他裡面又沒有15席 沒有到黨團的這個標準 要提案都會很困難 所以說你會發現是說 原本黃國昌 在17號的時候 他還去講是說 我要去進財政委員會 然後黃珊珊 去司法委員會 反正他就已經分配好了 到昨天的時候 突然間朱陽變色 黃珊珊就說 我才是進財政委員會 黃國昌就是去司法委員會 就是這個分配權 是在黃珊珊 記者要去問蔡碧如的問題 問他有沒有要回中央委員 要不要回民眾黨裡面擔任要職 然後黃國昌就沒要回答 直接被黃珊珊打斷 那個麥就搶過來說 我們不回答假設性的問題 然後為什麼黃國昌 這時候不敢反駁 因為大部分人 這時候站在了黃珊珊那邊 想要有進一步的這個談判跟合作 因為你跟綠營有些合作 對雙方來講的話 都不是壞事 都可以做出一些政績來 可是黃國昌 他就是一個自私人 只想要自己 那為什麼黃國昌 這一派人很少呢 最後下一個很簡單的結論 就是說 因為再過兩年多之後 就要準備縣市長選舉了 黃珊珊是很有機會 去選台北市 然後他現在藍營很討厭他 林桃給他說是戰犯 所以黃珊珊希望跟綠營 有一點合作空間 吸一點綠的票回來 他在三喀都才有機會選台北市 可是黃國昌是一個確戰仔 他戲子確戰 然後選了這個 人家現在要在板橋設服務處 對 那但是你看 他實戰力量 發現就是說民調只有兩三% 不敢衝政黨票 然後就跑去民眾黨 確戰兩次 新北市長可能是確戰第三次 所以因為大家看到黃國昌 有確戰的紀錄 覺得如果我跟著國昌老師 很可能他最後新北 最後又不選 然後又歸縮在 這個部分區裡面 硬是不辭職 就說沒有立院很需要我 我不想辭 我就要坐滿四年 所以現在兩年 我還要坐滿四年 這樣子的話 跟著黃國昌 這些除子除孫 在民眾黨裡面 會完全失去的影響力 所以目前是黃珊珊 這一派是占了上風 所以我覺得 他們才會說 一月二十八號再說 就是留了一個下台階 劉友跟綠營談 進一步合作的機會 那柯總召 雖然跟黃國昌的合作 非常不愉快 也針對黃國昌 他有很多建議 對 但是如果是黃珊珊代表出來談的話 我相信還是會有一些談判溝通的可能 所以如果不要黨對黨的話 可能性 無限可能是這樣嗎 那柯豪哥 我再請教一塊 因為我們剛剛會去盤算說 民眾黨 他其實重點是 我們不要去 就是說情緒勒索 或是綁架說要邀什麼 但是如果他們可以看清楚 那個世民局勢 以及他也要去關注說 我們民眾黨的支持者 我們能夠接受什麼嘛 這個都要考量進去 但是有一塊 我就覺得蠻妙的 做到任務 大人大政 投錯票有沒有 有對不對 來 給你請教 尾翰哥 其實我們在立法院 都看很多 奇怪 他們常常真的回到票 包括議會其實也有一些跑票 技術性跑票或怎麼樣 他們都會說蓋錯了 或什麼的 來看 他說如果假設有人突然想上廁所 很多時間可以上 但是技術性的話 他還是可以這樣做 掰一個理由 想上廁所的 然後眼睛花的 沒帶老花眼睛就去蓋 然後就蓋錯的 或者是手一刷 本來要蓋在 那個格子裡面 就蓋歪了 變成廢票的 操作空間很多 那你想看 民進黨是五十一席 那國民黨實的來講 五十二加二 但是這中間 民進黨跟藍營差三票 如果這過程裡面 有什麼三票跑掉 或是真的蓋錯 或是怎麼樣 這個真的有網利可循 有啦 這其實一直都有 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 以前都有發生過蓋錯票的時候 或者甚至有人蓋自己的 對 蓋自己是因為看到自己 就突然覺得 甚至還有賴品瑜出來說 我那一票真的不是我自己投給我自己的 我保證 因為要投賴士寶嘛 結果他就蓋到賴品瑜身上了 可是因為 因為這個事情很敏感 敏感在哪裡 因為新的國會代表三黨各自的意志 你如果然後民進黨跟跟國民黨之間 我把兩個五黨籍都算進去 五十四比五十一只差三票 稍微蓋錯一下下都很麻煩 那國民黨可以蓋錯的本錢比較粗了 因為他多三票 所以會不會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你看到國民黨 包括助理人 國民黨主席助理人 他那個喊話很特別 我在富貴前天天講到說 他說 不要用金錢跟權力來交換 他表面上是對民進黨喊話 因為民進黨執政黨 我們直接講 用權力 一個區域立委 能夠用什麼東西換 區域立委 部分區不要講 你如果部分區投錯了 你的部分區就沒了 那立法院的政府院長 可不可以被推翻重來 他其實是可以的 你是說在一屆裡面已經選好了 然後再多過程序再把它推翻掉 我如果認為這個院長有 不釋認 我是可以提的 改選 所以他並不是 如果你只看藍綠之間的話 差距很小 但是你要跑票 所以也不容易 所以助理人才會喊 助理人喊那個話的時候 因為金錢兩個字 我最敏感的是 因為那天是傅崑奇的事情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跟傅崑奇有關 就是因為傅崑奇有放人情 在立委選舉的過程 對 這個人情是要收回來的 所以後來傅崑奇 去拿起韓國瑜 跟江啟成人手的時候 大家才會聽到一個說法嘛 說喬好了 他喬好了 表面表現在就是 朱立倫黨中央不會反對傅崑奇 可是事情從來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講這個 這一個政府院長選舉是三黨意志 你要看第三黨柯文哲 柯文哲的意志有沒有辦法貫穿在裡面 然後還有一個要進一步問 那柯文哲的意志是什麼 我先倒回來講 因為前一陣子這兩天我看黃國昌忽然間沒有什麼聲音 安靜 對 但是三天以前 甚至六天以前 你看到黃國昌的聲量非常大 黃國昌雖然民眾黨的八席部分區裡面 只有黃國昌有經驗 他當過四年的立委 可是你就是四年 可是那個感覺很怪 怪在哪裡 就是說為什麼 中國時報他們會寫出一個八個人有四個立場 就一個黃國昌好像代表其他七個人 你知道不管 這其他的七個人都不是小孩子 對啊 有的人可能個性溫和一點 比如說我自己比較熟的齊凱 齊凱的個性是溫和的 齊凱我們甚至可以猜 他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傾向 可是你說黃國昌 齊凱會聽黃國昌的指揮 答死我不相信 張齊凱是黃國昌可以指揮的 你好好的跟張齊凱溝通講 還可能 可是黃國昌不是柯文哲 這八個人裡面 除了他單獨跟 那個時候為了要拉黃國昌的時候 講他一個可以 一個可以 一個等於五個 一個等於五個 其他的人 都是空白的嗎 都不是空白的 一個敵五個也是一個公為之詞而已 你提案的時候 簽一個名就是一個啦 但是他把黃國昌抬得很高 對 你注意這三天 你沒有聽到黃國昌 然後換誰 換陳志涵出來講話 他連立委都不是 對 那陳志涵講話 那講到說行政院長要先多數 要先多數私底下同意之後 任命權 他在開一個民進黨做不到的事情 因為第一個 你這樣子以後會形成一個慣例 因為這是他做宣誓慣例 可是這個是我們的 憲法徵修團員所沒有的 因為當初拿掉行政院長同意權的時候 相對應的是什麼 是倒閣權 倒閣權對應的是什麼 是解散國會權 對啊 你才剛選完 你還要再來一次 民眾黨是沒有區議立委 國民黨的區議立委才剛選完 你要他再花一次 他受得了 我才不相信 可是陳志涵丟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不認為是陳志涵個人主張 我的判斷 陳志涵是受柯文哲的受益 出來喊 喊一個民進黨做不到的事情 目的是什麼 希望民進黨會不會來跟我接觸 如果民進黨跟柯文哲有接觸 柯文哲就可以拿這個接觸 再去跟國民黨談判 他才能做到左右逢源 好 那這一局裡面 表面上看起來是 民進黨少3C 可是柯文哲的這個變數到底是什麼 就是回到我剛才講的兩個層次 一個是他們那八個人裡面誰可以代表誰 事實上誰也代表不了誰 那柯文哲的意志能不能貫穿在裡面 那柯文哲要貫穿意志的話 他這八張票必須 不管是團進團出或怎麼樣 他必須要很清楚讓外面看到這是柯文哲的意志 那柯文哲這個黨主席才不會是一個空心黨主席 好 那柯文哲最近在做什麼 我猜啦 陳志涵會出來的原因是因為柯文哲一定有透過 既有的人際關係去找藍找綠 但是沒有回應 沒理他 大家都聽點 大家都聽不懂 大家都跟柯文哲相處過 我不要說被騙 柯文哲變的速度 我們都跟不上他 而且他們很會放話 對 很會放話 所以我在看就說 好 前面黃黃昌喊得很大聲對不對 不然間小風去 然後換陳志涵出來 離28號還有幾天 這中間要換誰出來 陳志涵的目的去放話講說要倒閣 不信任案 不可能 那個是 我再講一次 那是民進黨做不到的事情 賴清德一個 剛剛還沒就任的總統怎麼可能 蔡英文還在位 怎麼可能跟你柯文哲 他用這個事情接觸 不可能 小英也做不到 因為小英要尊重的是未來的總統 還沒有宣誓就職的賴清德 這個時候也要去尊重蔡英文 這個時候柯文哲你在幹什麼 所以你回過來看這段過程 我相信有機會 我們應該會聽到一下風聲 柯文哲這段時間 我相信他一定去刺過國民黨 也許透過關係再去找朱立倫 也許透過關係去看看韓國瑜 也許透過他的關係再回國 來找民進黨裡面過去 有接觸的人 好 那如果大家都跟他保持距離 那柯文哲到時候怎麼辦 八票投自己 八票投自己會回到老柯 柯建民講那句話 這八票 什麼都不是 那你如果 你這樣講 柯文哲如果出來談 真的有人跟他談 不是黨 就是個人的私意跟他談 跟柯文哲談完 然後黃國昌說不尊重 那就麻煩了 這個很有可能 不只黃國昌 後面柯媽媽 陳志涵 每個都會說不尊重 柯文哲除非你帶著黃國昌 你不帶著黃國昌 都不尊重的 所以是帶著黃國昌 要不要帶黃山塞 帶著黃國昌 黃國昌也現場說不尊重 這邊徐永明就是過去的立場 所以我在看這一局 除了政府院長說 我覺得最好玩是說 柯文哲有辦法貫徹 柯文哲如果不能貫徹他一致 或者他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沒補 我跟你講 那個會被人家看破 黃國昌的存在 就是請神容易送神男 真的 好貼切 真的 漂亮 我跟你講 好貼切 因為國民黨沒有跟黃國昌 相處的經驗 這個是民進黨所獨有的 民進黨過去有跟柯文哲 相處的經驗 也是請神容易送神男 然後那個時候告訴國民黨說 你們我從來沒有勸國民黨 不要跟柯文哲在一起 我都是跟國民黨講說 你們跟柯文哲相處 談戀愛 要有心理準備 我們不會這樣子講 我說柯文哲是個不錯的 對對對 這個情人不錯 談看看吧 他絕對不是恐怖情人 我們不會口出二言 談看看 我相信到2月1號 柯文哲一定會很好玩 我跟你講 現在已經開始了 你覺得沒事怎麼會寫出一個說 有八個立委有四種意見 表示他們其實是有某種彈性 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塊 又放了一個內容說 柯文哲對於在選前的時候 韓國瑜怎麼這麼不給面子 講說空氣槍 其實我一直覺得 那個還好 就是說在選戰當中 他也不是什麼很實質的東西 就是說你民眾黨 就像選舉像空氣槍 那因為他講的是 類似那種賽跑 一聲很熱鬧 可是不會贏 這不就是一個很通俗的分析嗎 有很尖銳嗎 他說這個讓他很生氣 他無法釋懷 所以言到一尊 這個就是韓國瑜的幽默 韓國瑜講這個話 我們一聽就懂 你看這個比喻多貼切 而且就是民眾黨 現在的現實 選後呈現出來的結果 不就像空氣槍一樣嗎 選前的時候很難很熱鬧 第二要威脅到第一 結果選出來是實質上的第三 而且柯文哲跟韓國瑜在聊天 最喜歡韓國瑜講這種 比喻式的笑話 那個以前在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關起門的時候 那兩個人講到哈哈大笑 他們兩個多愛這樣子 現在不是柯文哲介意空氣槍 這個只是被分手了之後 說是我甩他的 現在是藍營不爽柯文哲 藍營不要跟柯文哲合作 我因為覺得你做假民調 騙我們這個選民 早早就氣飽柯文哲去投侯友宜 他們現在很生氣 我在模擬他們這個情緒 藍營不是氣這個 藍營不是氣這個 兩個是情侶在吵架 越吵會越恩愛 你要記得這件事情 現在議員一直要勸和我們 聽起來怎麼酸酸的 民意代表是勸和不勸禮 柯文哲跟韓國瑜可能是 床頭掃床尾和 對不對 但是國民黨就要很小心 因為他會吸國民黨的養分 柯寒一家親的概念 對對對 那方倫就國民黨的角度 剛剛大家都在上座堆 然後你們現在是小兩口 搭水果嗎 然後鬥著鬥著就是 彼此之間其實還是情投意合嗎 我覺得講情投意合 這個太浪漫了 國會好不好 很正式 我們要講的是一個很嚴肅的話題 應該這樣 你看嘛 上個禮拜 黃國昌提出了這個所謂的 四點改革要求 那正面回應的 具候選人資格的 只有傅昆琦一個人 所以按邏輯上 他應該在第一輪投票的時候 八票 票票入軌 投給傅昆 第二輪之後再說 有沒有傅昆琦能不能進第二輪 那可是現在傅昆琦已經支持了 國民黨的提名的人選 就是韓江沛 那按照邏輯來說 那你們民眾黨要不要加入到 國民黨的這個投票 這個選舉 其實我說老實話 人民都在看 為什麼 因為你在選前的時候 跟我講說 你要批籃打綠 你要有自己的立場 你要走出民眾黨的路線 要這個秉去藍綠 因為藍綠都很糟糕 可以 你可以堅持到底 從頭到尾指提 我就是 那我就是雙黃組合 六小福通通投我雙黃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因為這就是現在 我們的這個政副院長的選票的結構模式 並不是說我一定要提議組候選人 另外一邊提議組 沒有 113個人都在選票上 你愛怎麼蓋都怎麼蓋 但是你要記得這件事 為什麼今天國民黨提出 不管是用所謂的記名投票 或是量票的方式 就是要告訴台灣人民 告訴大家說 我們分別要投給誰 我們有沒有把大家的意志展現出來 民眾黨有沒有兌現他選前的承諾 而且藍綠也好 藍綠今天早上開那個記者會就很清楚了 講說我們要提出的幾個國會改革 包含什麼陽光法案 包含內容 是希望聽證 以及這個國情諮詢報告 這些東西 其實也是拐個彎在呼應民眾黨 過去提的這個內容 但是民眾黨要不要接招 要不要回應 要不要接求 要不要現在就是說 好 既然國民黨願意實現 既然國民黨願意落實 我就支持韓江沛 民眾黨現在也不敢 你們那個不是呼應 你們那個是直接抄的 沒有 好 如果這個東西 全部都抄的 那我要先承認 這個東西也抄2016 民進黨的國會改革版本 可是民進黨就沒做到 這也是事實 那我們繼續努力 不是 你也有長進 你創一些新的 你創整個都鋪的 抄來抄去 沒關係 反正我會認為 今天藍綠已經提出來了 如果下一屆的時候 國民黨在立法院 沒有辦法完成這些事情 你自己要去跟選民交代 相對 民眾黨也是 你們投的不是區域立委 我打個岔 因為之前講說 18個月做不到 我就怎麼樣的那個人說 不選了 對呀 已經跟他們無關 已經無關了 對 但他第一輪 還是可以被投票 所以我講一個最實際的 今天韓江沛已經出來了 民進黨推出來的就是 郵院長跟蔡啟商副院長 繼續要拚連任 民眾黨要嘛 你就投自己的版本 要嘛你就放開自己投票 要嘛就是加入國民黨的投票 不 也可以 就是第四種選項 加入民進黨的這個版本 那民進黨就在第一輪會獲勝 那你能不能面對之後 接下來民意對你的一些檢討 我不知道 那民意方面 建議員你覺得民眾黨 因為他們真的是假設放水 就會覺得你怕國民黨是比較外的 那國民黨其實推出來的人選有好嗎 江啟成大家沒意見 但是問題是在韓國瑜的身上 韓國瑜他的問題 從以前那個質詢率 然後到在高雄市長那個罷免的 那個整個民意沸騰的那一塊 你覺得他們要怎麼樣抉擇 你幫他們給個建議 這八張票 民眾黨要把它放大 看起來是沒人要插衣 當時我只能說黃國瑜把自己玩死了 他提出了這個所謂的考題 然後本來就預設你們都會回答我 都會來參加這個考題的裡面的 寫的方式回答方式 我最後面只有一個答案 叫做什麼 啊 你們都不及格 他可能是玩這種兩面手法 那哪知道這兩個考生都不回答考題 根本連報名也不去報名 那這樣看起來 黃國瑜已經把民眾黨 這八旗的空間玩得越來越小 那你們大家不要懷疑 柯文哲跟韓國瑜的交情 人家在說襯頭打襯尾鞋嘛 對不對 他們兩個打是情罵是愛 他們現在罵得這樣 說難聽一點 韓國瑜要講這些話 難道不會先跟柯文哲打過招呼嗎 你們太小看他們兩個彼此之間的 感情昇華到什麼程度 第二個 我要跟你講 黃國璋玩死自己 他現在已經到了2月1號的日子 越來越近了 我只能說現在的民眾黨 柯文哲其實也不希望有所謂的副院長 他不希望 因為可能會捍衛到他未來黨主席的身分 第二個 黃國昌已經尾巴露出來了 有博文哲不聽柯文哲的話 那如果再讓他當上副院長 兩年到他不辭職 你耐得了他 你耐不了他 不是我開除黨籍 他就不是不分區的嗎 這可以提救濟 可以提訴訟 訴訟完四年幹完 請參考王院長 對 黃院長 對馬英九 搞到那樣就很難看 對民眾黨 柯文哲的想法 第一 我不希望有副主席跟我 來競爭黨內的一個權力 第二個 我如果今天八席 我全部投籃或投綠 現在我也都會被罵 那與其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個人認為 沒有錯 剛才我們 逸川哥跟各位來賓在講的 某部分他已經釋出了善意 可是這個善意還是沒有人要理他 我要提醒各位 在立法院裡面 最重要的是召集委員 今天你不投綠 我不投籃 那換個角度召集人 他們兩個幹嘛讓給我呢 你八個人在同一個委員會抽 還不一定抽得贏 所以現在的情況下 黃國昌你把這個格局 玩死了以外 你的考題出了問題以外 說真的 現在里外不是人叫做柯文哲 既不想有副院長 也不想有人挑戰他 又想藍綠給我面子 我說真的 你就等著歷史上 寫下柯文哲的這一頁 笑死人了 丟臉丟到國際上 如果今天你真的針對藍 你讓韓國瑜 過關了 那請問一下 韓國瑜過關 未來就算你下午開會 現在是議村沒進去 未來我們要是有人入閣 議村補給你 你下午開會看看 不要說酒測器 整天騎在那兒等你 第二個 你在每年的双十國慶 講話的只有總統跟誰 跟院長 你韓國瑜滿身酒氣 然後國賓全部一大堆 在那邊酒氣中天的講話 講那個事 講那個金人事語 那一天國民黨一定全神守護 韓國瑜不讓他喝酒 但是我告訴你 韓國瑜不喝酒還不會講話 不要忘記 他在辯論會的時候 也可以我跟你講的是大海 你跟我講的是漱口杯 你問他穿醉知道 韓國瑜不喝酒 你敢講話他會講嗎 會講出金句嗎 不可能 這是國民黨要承擔 對喔 我跟你講現在歷史上 國民黨未來如果真的是韓國瑜 未來當的院長出了trouble 民眾黨真的八票都投自己 讓國會開天 讓國會鬧笑話 鬧國際笑話 台灣好不容易在蔡英文的領導之下 走向國際 那未來讓國際一笑大方的時候 民眾黨也有責任 所以柯文哲以現階段 還是自私的 你的訴求什麼人要打 民眾黨就變成那個歷史上面 我覺得有一個紀錄 因為國民黨就是國會第一大黨 那我們在這邊講那麼多 人家會說你還沒當 你就在暢酸人家 所以我們必須要成全國民黨 因為韓國瑜 我們也不要對他有成見 搞不好人家表現得很好 是 但是當然 你是在預料的是說 如果也可以像是罷免韓國瑜一樣 我怕的是什麼 可以第二輪再選一次是不是 韓國瑜我們那時候稍微認識 不過我不是認識很多 我就怕比如說雙十國慶 今年的雙十國慶就是韓國瑜囉 他是主席 因為我們的國慶 自由立法院院院長 我是好心提醒 韓國瑜一定要養成一個習慣 或者那天要有一個戳戳妹在旁邊 他會不小心會戳腳 戳腳 他不會是喝醉 因為我相信那一天的韓國瑜 他不會把自己喝醉 他沒那麼傻 因為之前有一次應該是政見 或還是辯論會 然後他的腳 他脫下一次 他站在那裡 有時候腳會癢 這個 這個我不是故意要唱衰韓國瑜 就是說韓國瑜有一些習慣 那些習慣 他會在不知不覺中 會就做出來 麥清德主席今天中午 又請那個沒當選的吃飯 也沒有我啦 沒當選的沒有我啦 當選的也沒有我啦 我是怎樣 我容易嗎